九川光有寫過 這次他寫的是撇 不是點 就是所謂的變化 不是每次都要寫一樣 那升的話會寫的比較高 什麼叫寫的比較高 兩個樹畫嘛 這邊會寫的比較高 那因為它抬高了 你會發現這個橫畫沒有你想像中的低 感覺這邊很低這邊很高 近 這也是左高 左邊高 因為它有樹畫 右邊呢 右邊低 那右邊待會再寫了 先講一下 寫字其實有在心中會告訴自己 待會字怎麼寫 意在筆先 免得等一下措手不及 然後左高又低 它高它低嘛 因為筆畫比較少 因為這邊的筆畫少 所以它壓低是很正常的 既然它低了 同樣它這下面也可以寫的低 這個筆跟這個筆是刻意不一樣 它比較歪 它比較直 情 情剛才性有寫過 所以這裡我就變點 剛才性是撇 右邊的書畫還是比較長 還是要點寬度 不要把它寫太窄 對齊對齊 一樓跳高 一樓跳高 你滴 一樓跳高 一樓跳高 一樓跳 knife 一樓跳 位是平術 一樓跳高 中樓跳來了 под脫的地方 這千要是 пост 心 心 這是點 就有一台高 然後往中間擠去 中間擠去是為了點這個點 然後彈起來會是點這一個最高的點 動也是左高右低 然後因為是偏旁嘛 所以它寫的比較斜 這都是預料之中的事 寫別寫 待會我們再利用那個粒 右邊那個粒來壓下來 粒的筆畫實在是太少 所以它必須要降低 降低的話可以增加它一點重量 槓桿圓裡 立的比較遠 所以它雖然 筆畫不多 但離的比較遠 所以感覺它重量比較重 那如果你把它抬高寫字就寫上去了 就不好看了 神 有寫過 寫過你就照他以前寫過的方式 挑一個 因為寫過好多次 這個大書法家相同一個字寫過好多次 你會發現每次都會不一樣 所以 挑一個就好了 不可能每一個字 不可能每一個字都同時出現 在這個當下你只能用一種方法 你不可能用很多種方法 皮 那個類似並步的 它習慣有上勾 都有勾 所以那個勾是正常的 然後再來這個就不勾 這樣兩個就 有點變化 看起來還比較 姿態比較多 姿態比較多 撇短 好 納長 手 手 束畫 好 左邊短 右邊長 好 那這個稍微像這樣一點 不要一直擠進去 下降的原因是上面它會 伸出去一點點 所以你要預留空間 讓這個束畫可以伸出去 點的也是偏上面 橫畫是短的 上面長的是長的 橫畫是短的是因為下面還有一個機會 所以你用不著把所有看到直畫就把它伸長 你要算一下誰的伸長的效果比較好 像這個是伸長 這個效果就一定比較好 當然是要伸這一個 那只是兩隻腳 這要打開一點 然後不然站不穩 這上面是圖 我還是把它寫斜的 不過這裡 我不伸長的原因還是因為心部 這是歪的 心是歪出來 歪到這邊來再過進去 那這個點才有地方可以點 因為它會抬高 所以這個 上面的中心點跟下面的中心點 不是在一條垂直線上的 慢慢 好 往上挑 寫上去 上面還是要像天線一樣 生長 天線 其實還真的有點像 長得那麼長 它寫的真的是特別長 跟其他書法家不太一樣 其他書法家會生長 但是沒有人會長得像它這樣子 有點誇張的 但是其實蠻好看的 主物 主物 寫的還是寫的 那這個還是不伸展 一開始就確立它 到底要不要伸開 像這個撇 這個點就不伸展 如果沒想好你寫納下去 那就這個字就完了 那下面就還有一個平納 那上面又一個納 那這個字肯定不能看 那這個字肯定不能看 這裡還有一個平納 那當然是要讓它伸展 不完美 我 抬上去 霧不用寫太北大 因為霧拉長大的話 它中間的空隙就多了 多了就不好看 所以你會發現 它其實沒有你想像中的大 意 意的話 我這次刻意讓上面的橫畫伸長 所以待會下面那個心 可能就不要寫太大的 所以這個長度一定要比心長 既然決定它要伸長 那你就是它這裡面的主角 要做到 進到主角的義務跟責任 那這個心幹的特地調 但是它也不能太小 它可能變成稍窄一點 但是 就是這裡縮進去 這裡要伸長出來 疑 這邊我可以寫短 不是我寫不長 那確實喜歡這樣 第二個再長一點就好了 países ��자� 賤 賤 上寬 下窄 第一個是短的 第二個是長的 第三個再短 常常短短 那今天這邊我寫一個由 由 那那那那 吶跟點都可以 感覺那比較開張點比較凝結 看你当下怎么想 持久成功写过 而且我印象蛮深刻 为什么印象深刻呢 因为有些东西 我们都觉得原则 就要跟学生讲 然后遇到这个字 原则就不见了 为什么原则不见 因为它这一行跟这一行的距离 事实上是比较长的 距离比较长 下面这个横画距离就比较近 那等于说这三个横画 中间间距是不一样 那我们经常在跟学生讲说 间距要一样 到这里就被打脸了 因为它就是不一样 老师它不一样哦 这特例 只能这样讲 有时候字写多的时候 我们越写越害怕 因为任何特例都会发生 你说不可能不可能 偏偏哪个大书法家有写过 当场又打脸 这很麻烦 写越多越不敢讲话 免得丢脸 中间一定要靠近 横画横画都靠近 只有这个笔画可以深长 不会写你就记得长 中短短 超有古代写法跟现代写法 现在写法比较难写 所以来挑战一下 其实有时候偷懒 我就想写古代 有时候心情还不错 那就挑战一下这个难写的 看会不会看起来还不错 所以有时候写字是有突发奇想的 不要以为每一个写字人的心情都很稳定 不会啦 有时候就是有精神好跟精神不好 突发奇想 好 女 有女 有子 便是好 通常可以降低 右边都会降低一点 这一次 可能右边可以生长 伸一点点 不绝 绝的话 这几个点 靠近 然后下面这里要开始做 张开的动作 张开 锁紧 不一定要黏到 因为我要选很多笔画 缝隙都很大 你要仔细观察 这是他的 聪明的地方 不要看到笔画就通通黏在一起 不黏是有他的道理 看起来就是比黏起来好看 你可以反其道或许就知道写起来真的不好看 确实欧阳许的 他的美感 确实是非常的好 字 这又是可以写小写重的 有些字看起来就是写小写重就很精彩 你把它写大的就散掉 这边木不用写太大 因为不要写太长 留点空间 让下面那一个笔画可以生成 那米这笔点比较好看 這個叫絲旁啊 寫扁一點 上下疊那麼多筆畫 如果你寫的不夠扁 你會發現這個字長得太長了就不好看